来看到高雄市毒房局在全市20个行政区将近600个礼部件礼办毒品防治关怀站 日前是前进到了林园区 全区24里都出席了启动仪式 毒房局希望将服务窗口拉到第一线的里长办公室 提供社区毒品防治的宣导、转介、关怀以及咨询的一站式服务 高雄市毒房局推动毒品防治 先后在20个行政区建置近600个礼办毒品防治关怀站 日前前进林园区号召24个礼全力相挺 由里长带领林长、巡守队、志工队一块加入 强化高雄市的毒房网络 到处深中林园区24里礼办毒品防治关怀站正式启动 也象征毒房局将服务窗口拉到第一线的社区里办 提供社区民众毒品防治宣导、转介、关怀及咨询的一站式服务 提升社区毒品的防治成效 深入到社区第一线来做这个直接的服务 一直是毒房局很重要的一个理念 我们也希望能够深入到社区能够做到反毒零距离 那我们目前加上今天林园的24里 我们已经达到21区615里 那这也是全国的创举 那谢谢我们洪里长、里长主席率领的所有里长都来参与 让这次我们在林园这个反毒防治的这个工作能够向下砸根 24位里长齐聚与毒房局长共同宣示反毒决心 而毒房局也提供反毒雄战安全帽 要大家戴上安全帽奔走社区 成为最直接的反毒熏导 为反毒剧毒尽一份心力 希望能够赶快达成这个38区 890里里里皆有站 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毒品防治工作的成效继续的提升 如果左右邻居有发现青少年或是说一些吸毒者 我们要尽快反映给我们分级 或是我们里长这边或是区公所 我们马上可以说去预防或是去宣导 鼓励这个青少年左向正面 局长林英荣邀请里长把里办关怀站牌 贴在里办公室门口 让市民可以随时前往求助 而现场也进行毒品防治卫教宣导 让里长了解毒品危害的可怕 进而强化预防断绝源头 让社区反毒零距离 羡言 伙计